近日核災狗林康徑 連續四十七年沒有本土管理 康徑因素維持在四百四十一年 沒有四百二十六年 該出港里 最近台灣的疫情 近來近犯覆 政府中心 沒有宣布兩年出錢 要是核經過 八個禮拜 之後沒有發生本土康徑 管理的情形 除了進行太規模 不用用相關規定 維持後 代表人要說下高規律 希望法通是不會夠進行 應留的關鍵 過年三五年 人家國際未遇到四十四年 無法遇到本土管理 行政人在指揮中心規劃 是說到兩年初期 國後本土平利和客人家國際 會開始有解禁止 希望法通不是應留的關鍵 代表若遭到起立四百四十一日中 本民眾做的規律 正常過年了 沒有本土的個案 或者僅有一些很非常零星的 一個社區的個案的時候 那我們覺得 基本上就是能夠落實防疫新生活 那我們要做比較大規模的解封 根本不敢出的權力 完全挑戰結果未出來了 本身感紅又三十六個 是算檢測是中心的確定病例 那會發現 有不殺是 血清空的檢測是中心的病例 韓國又死亡 在前年之前 結果還發現 我們最早發票是三年錯事 不過根本不敢出 聽國際的事件 是三年十年開始 所以斷氣到本土 切多國後都敢紅發票 請來安美宣佈的案 我們在整個的一個病毒株的一些 這樣的一個研判 基本上都是同一 同一型的 所以它來源只有一個 那我們判定是三月十號 這樣的一個 第一個案例 所四波的一個傳染在間內 以前這下的合體力 最重要的措施是 在馬改進做的兩位少 只比重新說 這下國內當年生產量 是兩千萬元 不僅是有百百萬元 其他不就是重新賣賣 在馬審命只強能維持度 兩站一百 做得兩九十 下個是無日恰遷 特別佈頭